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张修为以及新人金静道 麦提江也在名单内 据悉 为了模拟2019阿联酋亚洲杯的西亚客场氛围 国阻将于9月3日集中 并于5日起程远征西亚参加7日 10日分别与卡塔尔队 巴林队的两场热身赛 由于亚洲杯备战10日不长 记者肖南表示 此时磨合亚洲杯阵容远比考察新人更具现实意义 据悉 郑志 冯肖婷 高林 杨旭 肖志等一众老队员均在名单内 不过对于郑志是否参与西亚集训之行 还需观察他的状态 李皮需要他在亚洲杯上发挥领军作用 对于此前近赛多时的张希哲 由于他在中超第11轮复出后表现上加 李皮顺其自然 将他列入集训名单 至于遭受罪嫁和年龄造假舆论的张修为 李皮也给他留了一个机会 另外 李皮的考察对象买提江和 入选呼声较高的鲁能球员金镜 倒也双双入列38人名单 国安俱乐部方面贡献6人 分别是张希哲 浦城 于大宝 于阳 池中国 韦诗豪 对于正在亚运会上风生水起的U23国脚 也有人会参加集训 据记者肖南透露 韦诗豪 刘一鸣 何超 黄子昌四名 U23国脚在亚运会赛事任务结束后 就会赶往国家对报道 U23国脚在亚运会赛事任务结束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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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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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